五周金吉順是自己的新極化 自生的中國 Netflix 記錄片以神之民信仰的背叛 在揭發南韓四名邪教教主令人罰指的事蹟 而其中創辦海童樂園的邪教教主金吉順 同時也是南韓知名唱片行新那拉唱片行的會長 一名網友發表 拜託不要跟新那拉買專輯為題的文章引起網友熱議 說明金吉順透過詐騙教徒的錢財大量採購唱片 並將唱片外銷海外 也因為價格便宜所以快速佔領了唱片批發業界 該名網友呼籲追星族 拜託日後不要再贊助新那拉唱片任何一毛錢 否則將繼續資助無良惡行 而今年可以怕在全球掀起風潮 許多店家都會與南韓唱片行訂購專輯 而新那拉唱片行也是其中之一 面對外界一律台灣五大唱片 昨天特地發出聲明 本公司所有韓版進口商品 除了有附新那拉特點是跟新那拉進貨外 其他商品均不是新那拉進貨的 新那拉通路本就不是主要供貨廠商 不少網友也紛紛留言